好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宜蘭縣長候選人林茲廟 來到證監會現場 外頭卻有抗議團體不斷喊話 落實農地農用 遵從中央法令 林茲廟抽到第二號發言 帶您來看罪行情形 宜蘭縣首場證監會 每人共有二十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民進黨候選人江聰淵 持續猛攻林茲廟 說他任內缺乏實質建設 面對沙石場爭議抹黑 也已經向法院提告 還抨擊他的女兒林逸林 是地下縣長 而林茲廟則是發表交通建設成果 以及提供國中小營養午餐的福利政策 異鄉是掌握到了最新消息 把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